Hello 大家好 我们来介绍一下健康上很幸运的牌 哪一些牌在健康上呢 表示你非常的幸运 好 我们先看大牌 好 这个命运之轮十 就是迅速的恢复健康 然后呢 恶魔 恶魔牌子表示你的健康上面呢 欲望 幸运呀 食欲呀都得到满足 那节制牌呢 是表示你的健康呢 跟运动有关 尤其是快速的运动 跑步啊 游泳 好 那这个大祭司牌是表示你的 这个是金牛座牌 表示你平常很注重养生 然后呢 世界牌是表示你 身体非常的稳固 各方面都非常的良好 这个长久的努力 得到的成果 然后这个影视牌 为什么也是幸运的牌呢 因为影视牌跟健康方面 就表示你身心灵呢 你有做瑜伽啊 做冥想 做打坐啊 你这个心灵很健康 所以身体也很健康 好 然后土角星的牌 几乎都跟身体有关 比如说一号土角星 一定是你的身体非常的年轻 非常的健康 跟年轻人 小baby有关 然后呢 六号呢 就是你的身体呢 努力的非常的均匀 非常的平衡 然后七号呢 就是你天天都运动 虽然是很无聊 很无趣 但是你持之以恒 还是有很好的结果 那八号呢 就是 就是你非常的注重你生活的规律 所以你的健康保持得很好 那这个土角星这个骑士呢 表示你是一个有目标 像喜欢运动 喜欢养生的人 那再来 我们来看一下 一号的权杖 表示你是一个火力十足 非常年轻 非常有活力的人 然后权杖这个四位呢 就是年轻的小孩 就是返老还童啊 然后那个重新恢复你的青春 然后八号权杖就是 你是一个快速 快速这个能量很强大 身体能量非常强的人 不管是精神 还是身体的能量都很强 那为什么 水杯七跟身体健康有关呢 因为你的欲望很多 这时候呢 你会影响到你的健康 所以它倒立的是对你健康很好 你的欲望就减少了 那么你的健康就会恢复了 那讲到这个生病的事情呢 我们一定要看四号 四号的这个保健室 是表示你生病了 你在休息 休养中 那倒立的话就表示你已经恢复了 你的身体已经复原了 所以这张对健康非常的重要 然后呢 保健六是一个过渡时期 也许你现在在住院 或者是也许你现在在慢性疾病中 那你要度过这段时间 它就会OK了 它就会痊愈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度过一个困难 不过它是好牌哦 它是幸运的牌哦 记得我现在讲都是幸运的牌 都是健康上幸运的牌 好 那为什么这个保健酒也是幸运的牌呢 看起来是失眠 然后这个睡不好 多梦 但是呢 如果是倒着的牌呢 就表示呢 你没有多梦了 你也没有失眠了 然后这个一切最痛苦 最难过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所以它是一个恢复的牌 所以呢 不见得保健牌都是不好 它如果倒立的话反而好 那这张倒立的话也是恢复 好 所以呢 这边都是跟幸运有关的 跟健康有关的幸运的牌 那最幸运的其实是这一张倒立 你恢复了 知道吗 那还有就是运动 这张 非常幸运的牌 还有这一张 能量非常的强 还有这一张 活力十足 好 和这张小朋友 还有这个 春天的牌 还有这个 最后完成了 好 这边都是跟健康方面 有关幸运的牌 嗯 OK 好 就这样子 拜拜 拜拜